這個組織其實是1993年的時候 在舊金山有一群NBA學生 他們希望可以創立一個以社會企業 還有社會創新為核心的學生組織 那現在Netimpact這個組織 它已經發展成一個全球性 然後非營利的學生組織 那在全球已經有超過300個分會 然後超過4萬名成員 那台大的Netimpact是台灣的第一個分會 那同時我們也是台灣第一個 以社會企業還有社會創新為主軸的學生社會 那在這邊我想要簡單介紹一下 什麼是社會創新跟社會企業 那其實社會創新的領域是很廣的 那只要你用創新的方式去試著解決一個社會問題 發揮你的影響力 那就算是一種社會創新 那至於社會企業則算是社會創新裡面的其中一種方法 那到底什麼是社會企業呢 就是一般的企業是以極大化利潤為它的目的 然後它的商業模式是可以自給自足的 相當之下非營利組織是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的 可是可能他們的財務都是要依靠善心人士的捐款 或者是政府的補助 那社會企業就是正好結合了這兩點 它是以企業商業模式為營運的方法 但是它的目的卻在於解決社會問題 所以它同時在解決社會問題的同時 它也可以達到自給自足的財務 那如果要舉個例子的話 比方說像大家在台北街頭很常看到的 Big Issue 大志雜誌 就是一個社會企業 那大志雜誌他們的影響模式呢 是他們把雜誌先販賣給街友 那當然這些街友是必須先經過大志雜誌 他們認可說他的身分是街友 或是他是身心障礙者 那一本雜誌賣給這些街友 是用50塊錢賣給他們的 那這些街友會在解運站口附近一些固定的販賣點販售 那一本是賣100塊 也就是說當我們沒買一本大志雜誌的時候 我們就等於幫助這些街友給他們50塊 那大志雜誌就是不只是給他們魚吃 然後更是給他們釣竿 幫助這些街友可以自力更生 那這就是一個社會企業的例子 那我們社團的起源其實是 當初其實台灣最早他也在做社會企業的是 算是這位活水澀氣的創辦人陳一強先生 那他其實最早創辦的是叫做弱水澀氣 他當初是跟知名作家王文華他們一起創辦的 那他當初還在弄弱水澀氣的時候 他們其實經歷過一些挫折 像是他們想要辦澀氣的創業比賽 可是最後他們卻發現沒有一個提案是可行的 那所以他那時候就覺得台灣在澀氣這方面的生態系其實還不夠的完整 那他很希望說可以在校園裡面能夠有學生社團是去 promote 這樣子的 idea 那讓學生可以更了解這方面的東西 那以後社會企業才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去投入這個產業 那他當時就是到各個大學的管院去奔走 然後就試圖遊說很多教授 可是卻沒有一個教授願意理他 那剛好那時候弱水澀氣的一個實習生的朋友 也就是我們的創設社長劉書琴 就是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 他自己非常感興趣 所以他剛好去參加了當時Natingpad在美國舉行的一個海外年會 那他參加之後呢就創立了我們社團 那我們社團創立到現在已經快要三年了 那就是我對我們現在社團的定位其實很像是社會企業生態體系當中的育成中心的角色 那我們是希望可以在校園裡面就是先培養出社會創新方面的人才 讓他們之後可以再繼續去投入這個社會企業生態體系 那我們社團的宗旨其實是希望培養就是培養人可以從一個零的狀態變成一個Thinker 然後再變成一個Doer 那從零到Thinker這個階段我們的做法是 呃我們在學校我們每個禮拜一夜晚上都有舉行社課 那呃我們社課呃我們社課的方式是就是我們會安排一些講座 會安排就是真正的社企家來演講 也會安排參訪讓大家去實際去參訪真正的社企 那我們也會有學術幹部他們跟同學介紹一些社會企業的理論 比方說社會企業有哪些總業那有什麼盈利模式 那也會舉很多案例介紹給同學 那同時我們也會帶一些活動 比方說我們會帶設計思考的發想 business model的發想 然後你會讓他們去討論一些社會議題 那呃我覺得我們社團跟一些學校已經歷史悠久意義性社團 比方說像大陸社大新社意識報社他們可能比較不同的一點是在於說 呃像大陸社那樣子的社團其實他的門檻是高的 因為他們很講求學術性 那因為他們講求學術性所以可能 比方說一個理工學院的學生他就會不知道怎麼去參加那樣子的社團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將一些社會問題用有趣的方式先包裝 那讓一些就是真的比較不了解這些事情的人 他們會願意先去了解 呃那 呃那我們也會就是辦一些工作方向 那當這個學期我們就收到台北設計城市展的邀約 呃就是我們幫他們辦了一個下午的社會企業工作方 那從Dinker到Door這個階段的話 就是我們社團裡面是有有好幾個專案在發想的在執行 那我們通常一個學習會有大概四到五個專案 那會讓社員去選擇他們喜歡的那我他們自己有特殊的想法 也可以讓他們自己去開一個新的專案 那比方說我們最有名的專案是這個叫做台大MIT原生商品 就是我們是收集台大一些廚房裡面的廢油 然後我們去請教祖父聯盟 然後我們就把廢油做成了肥皂 那肥皂肥皂外面這個包裝其實也是拿校園內的廢紙 那我們運用一些故事情效的方式 就是像我們會告訴顧客說 欸你想想看搞不好這可能是某個男生一直很害羞 一直沒有交出去的情書 現在就是在你的手上變成一個新的商品性的價值 那我們這個肥皂就是一個是賣到150塊的 那就是之前我們辦大概一年前辦了一個活動 然後那時候賺了三千塊 那整個專案能夠歡欣鼓 就是算了三千塊只是一個很少很少的錢 可是就是因為自己發想了一個商業模式可以賺到錢 就是會讓人覺得很開心 那我接下來想要講一些就是 為什麼我自己當初會想要加入這個社團的動機 就是我小學的時候很喜歡讀課外書 那就是我當時非常喜歡日本的聯合國前清善大使黑柳冊子的作品 就是他會寫一些他到開發中國家 然後去看一些他們面臨的貧窮問題之類的 之類的故事 然後就是我小時候看的時候是非常深受感動 就是我讓我感受到說原來就是貧窮是這麼一回事 那也讓我覺得說其實世界很像是一本大書 非常值得我們去探索 對可是到國中的時候 因為我當時念的是那種所謂的升學名校 那老師就會叫你不要帶任何課外書來學校 然後就是每天只要追求成績追求考試就好 那當時在那個氛圍下我覺得自己是變得有點病態 就是我非常想要去追求成績 那時候就是剛好當上班上的班長 那班上有一群同學是很不想要念書 那他們有不想念書就會很喜歡吵鬧 或是很喜歡去影響其他同學 那時候我就是就很像廖筆啊 會跟老師合作然後想去管那些同學 結果結果結果就是我自己被霸凌 對然後就是當時我覺得自己很病態 就是每天一直念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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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為了想要逃離這個鬼地方 對那後來是就是到了高中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很幸運是念了比較特殊一點的班級 那時候我們有機會到南投這道取 南投仁愛鄉取冰部落去做一些服務的營隊 那那時候就是真的去看了部落 才發現原來原住民跟我的想像是不一樣的 就是在我以前居然一直以為說原住民是穿著很傳統的服裝 然後講著就是傳統的族語然後過著很很原始的生活 我以前真的是這樣相信的 可是那我真的親自去看然後我才知道說 原住民他們的文化其實流失的很快 那在現代化的國家體制進入之後 對他們造成很多傷害 那那時候就是我們是一群同學一起去的 我們那時候就是感受到那些問題的可怕 然後突然發現到說原來台灣這樣一個小島上 就有這麼多我們並不知道的問題在發生 可是同時也會覺得很無力 就是同時會覺得說自己只是來這邊 一兩個禮拜然後陪這些小朋友玩 然後其實有時候還會覺得是小朋友在陪我們 不是我們在陪小朋友玩 然後那時候大家一起發願說 以後一定要成為一個可以解決社會問題的人 而不是成為製造社會問題的人 對可是所以那時候 我記得是高二的時候我就覺得很想要進台大 然後念社會科學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我跟我媽講 然後我媽就說那沒有飯是你在想什麼 所以那時候就是其實對我來講是很非常難過 然後也會覺得很迷惘 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夠做些什麼 才能夠又完成就是 在經濟上可以養活自己然後又可以去幫助別人 然後後來是高三的時候 就是高三的時候剛好公平貿易 咖啡豆的創辦人迪恩賽康來台灣 那我那時候聽了他的演講 我覺得很驚喜 就是我演講完他跑去問他說 你做這個真的可以賺錢嗎 你究竟怎麼可能又做好事又可以賺錢呢 然後他就跟我說我當然可以賺錢 不然我身上T恤是怎麼買到的呢 然後那時候他還對我說就是 他還說其實公平貿易不只是可以展現在咖啡上 還可以展現在很多事情上面 那時候都有說 等我過幾年回來台灣 我想要看看你在台灣住了什麼 那時候就是其實我覺得很感動 可是那時候是一個高三學生 那我那時候雖然覺得很感動 我一面子想說啊也不可能吧 就好像是從小到大老師都跟我們說 一些很偉大的故事 我們在報紙上看到一些很偉大的故事 可是從來沒有什麼人可以真的去做到一樣 那就是上了上了大學之後 就是我一開始是加入摩連社 然後對 可是後來又知道說 欸學校居然有那英泰這樣子的社團 其實真的是大學生就在做社會企業相關的東西 所以我後來就 呃所以我後來就加入了 那就是也因為一些意外 就是當時就是沒有人願意當社長 所以就自己當了社長 對那就是我覺得我在內定派很大的學習是 呃學習到怎麼從零到一 因為內定派是一個才剛成立 就是不到三年的社團 那我們每一學期的安排其實都很不一樣 我們根本沒有不像一般社團一樣 每一年固定哪個時間點就會辦哪些活動 所以就是很多時候必須要去自己去想怎麼從 自己想到底自己要幹 自己要什麼自己都要幹什麼 然後我覺得這是跟從好到大自己在台灣的教育很不一樣 然後也是在這個地方才會發現到說 就是什麼叫做真正的多元跟個體性 因為我們社團現在就是幾乎每個人都來自不同的系統 不論是理工還是社會科學還是管理 就是各個領域的人都有 那也是這時候我才會發現到自己人格上很大的缺陷 就是有時候我會很不近人情 我也要求大家都要做到某個程度 可是就是其實這是很不近人情 然後也是忽略掉每個人獨特性的地方 對那 呃那就是其實學生社團到就是我剛剛才跟那個易涵學姐說 就是其實我覺得就是學生社團其實是一個公共財 每個人在這裡都沒有都沒有拿薪水 那有的人付出的多有的人付出的少 這都是就是很難確定的 那每個人的理念都不一樣 但是回到最後其實我們社團的核心價值就是人 就是就是一個社團如果沒有人就沒有辦法進行下去 那也是因為有這些人我們靠著夥伴 我們才能夠彼此在互相學習互相的再走下去 對然後最後就是我想要送大家一句 就是我們社團前幹部很喜歡說的話也是我很喜歡的話 大膽走心路才到得了心的地方 然後就是就是也是因為到了社團之後 我才開始看到其實就是自己是有無限的可能性 並不是只是呃以前自以所以我來說 啊原來路就有ABC 不對其實他到自己到到無限到無限大都是有可能的 就是所以我想要就是也給大家一句 我很喜歡聖經上的話就是當一個人有願作心必謀悅悅 乃是照他所有的而不是照他所有的 謝謝